上次我们不是说要给大家拍一个索尼A7000和三星Q950的PK视频吗 那现在这个视频终于来了 那这次我们PK的不是单支回音币 而是以那个套装的形式进行的 那A7000我们是给它另外搭配了两支环绕音箱 还有一支电影炮 那Q950是它那个套装里面就有环绕音箱和电影炮 那所有的产品都已经在这个桌上了 就大家都能看到 那这一次我们PK是分为四个板块 分别是它的硬件配置 它的软件优化 然后它的接口 还有它的声音表现 那外观上其实大家应该也看得出来 就是A7000它的体积要比Q950A要大一点 然后它也比它要更重一点 所以用力要会更扎实 但是Q950A它是属于棱角分明的设计 所以外观上会显得轻巧一些 也符合三星一贯的那种工业风的设计 但是我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 那个A7000它的触摸屏 它是位于它箱体顶部 但是它的显示屏是在它的前面 所以它操控起来会更直观一些 但是Q950A它是触摸键跟显示屏 都位于它箱体的顶部 所以如果你是做着操作的话 可能会不太直观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两款回应币的单元配置 还有它支持的声道数 那A7000是7.1.2声道的结构 那Q950A是11.1.4声道 那好像听起来是Q950A比较厉害 因为它支持的声道数比较多 但是其实Q950A它的11.1.4声道 它是包括回应币还有环脑音箱和低音炮在内的 它11是指11个水平声道 那里面有7个水平声道是在回应币上 然后还有另外的4个水平声道是在两个环脑音箱上面 然后一个低音声道是由低音炮负责的 然后另外最后的4个天空声道 有两个是在回应币上 然后还有另外两个也是分别在两支环脑音箱上面 那如果我们单论回应币的话 其实A7000它是7.1.2声道结构 但是Q950A它其实是要比A7000还少一个低音声道 好那软件方面呢 其实三星它没有明确指出说Q950A用了哪些虚拟环脑技术 它其实更倾向于就是通过多个这种侧环脑 还有向上反射的单元来形成这种包围感 算是一种比较偏传统的做法吧 但是A7000就不一样了 它是用了多项索尼的那个虚拟环脑技术 包括它水平还有垂直方向的 而且还用上了它最新的360空间生产应试技术 这是它们两个很不一样的地方 那总的来说呢 其实Q950A它会比较挑剔空间跟摆位 但是A7000就会相对更灵活一些 就是兼容性更强一点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那个360空间生产应试技术 是怎么运行的 A7000它跟环脑音箱连接之后呢 就可以启动这项技术了 它的回音币和环脑音箱借助内置的麦克风 识别各自的距离之后 就可以生成十几个不同位置的幻象扬声器 营造更广阔的声场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它的自动声场优化也会随之进行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手动试制 好那为了让大家能够更直观的看出 A7000跟Q950就是在解码能力 还有接口配置上的差异呢 我们简单的做了一个表格 那需要强调的一点就是 A7000它是支持HDMI 2.1直通规格的 但是Q950A它还不支持 那这就意味着A7000它可以在保证低延迟的状态下去玩4K120帧的游戏 而且呢就是PS5还是索尼这家的产品嘛 所以A7000会更好的兼容两台次世代的游戏主机 兼容性会更强一点 好那接下来我们通过几个实录的片段 来实际感受一下这两款回应币的声音效果 MING PAO TORONTO 那从整体的听感来看呢 其实A7000它是中低频更出色 然后三频均衡穿透力也强 它的生产是那种雄厚大气的类型 然后Q950A呢它的中高频更出色 生产开洋 那从生产的衔接上来看呢 这两款回应币都比较的流畅 然后也展现出了这个价位的回应币应该有的解析水准 值得点赞 好那就目前的配置来看呢 其实这两款回应币的声音差距不大 都可以选 那如果你有选过回应币的需求的话 你家里是索尼的电视 那你肯定就选A7000 那你如果家里是三星的电视 就选Q950A 那就我个人来讲 就是如果你综合它的硬件配置 软件优化 电影游戏产业链 包括实际的使用体验来看呢 我是更倾向于选索尼的A7000 那如果各位有什么其他的意见呢 也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